天气冷,多久洗一次澡比较好,为了身体健康,老人洗澡要做好四点,最近气温骤降,65岁的王大爷就想住去泡个热水澡暖暖身子,刚洗完头的他在浴缸的暖水里泡着,整个人都暖呼呼的,大概泡了30分钟,王大爷突然感觉头晕眼花,整个人都不太对劲,刚想起身出去,结果刚站起来就眼前一黑。 倒在了地上,送到医院的时候,王大爷已经失去了意识,在医生的权力抢救下,才在鬼门关前拉了回来,但也落下了后遗症。 一、秋冬洗澡,心脑血管患者为什么不能先洗头? 对于健康人来说,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,即先洗头,后洗身体,最后洗脚是一种自然的习惯。 然而,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,尤其是在天气寒冷,洗浴间内外温差大的情况下,这种洗澡顺序可能会引发身体问题。 因为当热水突然从头部淋下时,热水会刺激头部血管扩张,导致身体表皮中的血管充血。 由于人体血液总量是有限的,大量血液会从内脏转移到体表,可能导致大脑,心脏等重要器官出现短暂性的缺血和缺氧。 进而引发头晕,胸闷等症状,增加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在我国,大约有10%到20%的高血压老年患者在洗澡时发生脑血管意外。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寒冷天气时洗澡时,可以考虑调整洗澡的顺序,以减少对血管系统的突然刺激,降低风险。 建议在洗澡前先用热水冲洗脚,等脚部感到暖和后再慢慢将水往身上淋。 这样可以使身体经历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。 在清洗身体时,最好从远离心脏的四肢开始,然后再洗身体,最后才洗头。 这样的顺序可以减少热水对头部血管的突然刺激,有助于避免可能导致短暂性缺血和缺氧的情况发生。 二,早上洗澡和晚上洗澡,哪个更好? 有人习惯白天洗澡,认为洗完澡后整个人都更精神有活力。 而有的人习惯晚上洗,认为洗完澡身体暖乎乎的睡觉刚刚好。 那么,究竟早上洗澡还是晚上洗澡好呢? 事实上,洗澡的时间段因个人习惯而异,早晚都是可以的。 晚上洗澡有助于清除一天皮肤表面的油脂。 同时有助于放松身心,减轻疲劳。 而早上洗澡则能帮助大脑更好的从睡眠状态中苏醒,各有各的好处。 但注意在寒冷的冬天,一天洗一次就够了,不用早晚都洗。 虽然选择洗澡的时间因人而异,但有三个时间点。 容易发生意外,最好避免洗澡。 一,空腹时别洗澡。 中华中医要学会科普分会名誉主委温长露指出, 洗澡应该在吃饱之后进行,而不要在空腹时进行。 最好是在用餐后休息一个小时在洗澡。 这样做可以确保充足的能量供给,避免因饥饿引起的无力。 一,眩晕,甚至休克等身体不是症状。 二,喝酒后别洗澡。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杜作义表示, 在酒精的刺激下,血管会轻度扩张,导致血压降低。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洗澡,血液往体表转移时, 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血压降低的风险。 血压降低可能导致血流供应无法满足体温调节的需要, 容易引发晕厥等不是。 三,运动后别洗澡。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吴朝辉提醒, 运动后应避免立即洗热水澡。 热水的刺激会导致肌肉和皮肤的血管扩张, 使血液流向肌肉和皮肤增加, 从而导致其他器官的宫血不足, 尤其是心脏和脑部。 对于高血压或关心病患者而言, 如果引起心脏和脑部的严重宫血不足, 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急性发作。 因此,运动后最好等一段时间再洗澡, 以确保身体各器官的正常宫血。 三,天冷了,多久洗一次澡比较好。 在寒冷的冬天,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教授杨熙川建议, 可以选择每隔二到三天洗一次澡, 但对于喜欢运动的人或者生活在广东, 海南地区的居民可以选择每天洗。 此外,他提醒大家, 虽然冬季洗热水澡确实很舒适, 但要注意控制洗澡的时间, 最好在五到十五分钟之间。 洗澡时间过长不仅可能伤害皮肤, 还有可能引起头晕等不是症状。 此外,冬季洗澡除了注意次数和时间, 还要关注以下四个细节。 一,洗前先预热。 由于冬季室内和浴室的温差较大, 建议在洗澡前做好身体和浴室的预热工作。 在没有暖气的环境中, 最好先进行一些原地踏步、扭腰、搓脚等活动, 同时提前几分钟打开浴霸, 使身体适应即将进行的温暖洗澡。 二,少用沐浴液。 由于冬季气候较为干燥, 过多使用沐浴液等清洁用品可能会加重皮肤的干燥和臊痒。 建议将沐浴液等清洁用品的使用频率控制在一周一两次, 或者紧在手肘、脖子等容易脏的部位使用。 三,被个板凳别锁门。 长时间站立洗澡容易导致疲劳, 甚至晕倒或滑倒的危险。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,可以携带一个小板凳, 以便在需要时坐下洗澡,既省力又减少了摔倒的风险。 此外,在自己洗澡时也不要锁门, 以免在发生意外时影响他人的及时救助。 四,换衣服别注粮。 从温暖的浴室回到相对较低温度的室内。 如果身上没有保暖的衣物, 血管可能受冷刺激而收缩, 导致血压升高,增加心脏的负担。 因此,建议换衣服时确保身体保暖, 避免着凉饮起不适。 补充建议, 一,温度控制。 洗澡水的温度也是一个关键因素, 最理想的水温应该是略高于体温, 大约在37到40度C之间。 过热的水不仅会刺激心脑血管, 还可能对皮肤造成伤害。 尤其是老年人的皮肤相对较薄, 更容易受损。 二,使用保湿产品。 冬季气候干燥, 特别是洗完澡后皮肤容易失去水分。 建议在洗澡后立即使用保湿乳液或霜泪产品。 以锁住皮肤水分避免干燥和臊痒。 三,适当的室内湿度。 在寒冷且浅躁的天气中, 保持室内适当的湿度对皮肤健康也很重要。 使用加湿器或在家中放置水盆可以帮助增加空气中的水分, 从而减少皮肤浅躁。 四,考虑使用无造机清洁产品。 一些传统的清洁产品可能会对皮肤造成过度脱脂。 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, 选择温和的无造机的沐浴产品可以减少皮肤刺激, 保持皮肤自然的油脂平衡。 五,注意脚部保护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 冬季洗澡后的脚部保护也非常重要。 使用温暖的袜子和鞋子可以帮助保持脚部的温暖, 避免因寒冷导致的血液循环问题。 六,洗澡后的适当休息。 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来说, 在洗完澡后应该避免立即进行剧烈活动或外出。 最好是在洗澡后坐下来休息一会儿, 让身体逐渐适应温度变化。 结语,透过适当的温度控制皮肤护理, 以及避免突然的温度变化, 可以帮助保持身体健康和舒适。 洗澡虽然是件很简单的事情, 但也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。 在冬季洗澡要注意细节,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。